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少君 少方正 少君 嫁给我 好吗 好 好 不打死你我 我 你干什么你 撑你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你干什么你 你干什么 走 妈 妈妈不要走 走 走 快走 快去 妈妈 不要走 妈妈 不要走 妈妈 不要走 快走 妈妈生不得你 生不得你 妈妈 天 Meth 娘 娘 娘 我殺 娘 娘 娘 快上车 快上车 妈妈 不要走 妈妈 妈妈 妈妈不要走 不要走 妈妈 妈妈 快 妈妈 不要走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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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铁锯 烧大壳 原来是改了名字 难怪我这十几年来 都找不到他们父子俩的下落 少君 就是我的亲生儿子 君君 君君要飞喽 飞喽 飞 飞 飞 小心点你们俩 我飞了 大爷 这小子 真是把爸爸累死了 少董事长任命 一个家庭最重要的 就是父母的教养与关爱 可他却自幼丧母 有父亲独自抚养长大 君君 你都长这么大了 你知道吗 妈妈找你找得好苦 你真有出息啊 都当上董事长了 你真有个好 我爱你 这是二爷 我全都给你思緒 不少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这么有成补 这么糊糍 来 君君 妈妈该怎么办呀 亲爱的 要不是你帮忙 我的计划就付出流水了 那你怎么谢我呀 这样就打发我了 那你还有什么要求 走 我们去吃饭 我们好好庆祝一下 老婆 等一下 我有事情得去办一下 你先回家 晚上我再陪你吃饭 好不好 不对 你不会又是去找陈华那个丑狐狸吧 我不让你去 厅长 我心里面只有你一个人 他算是什么东西 就算我去找他 也是帮爸了结一桩心愿吗 我不听 反正你去找他 准没什么好事 亲爱的 我发誓 我办完事马上就回家 怎么样 那你要是不回来呢 我不回来也不给你打电话的话 你回家就打我屁股 讨厌 开车小心 不听话就打屁股 真是辛苦你了 没什么 对了 干净办正事吧 我用公司名义增贷的款项已经拨款了 剩下的你去办吧 你不跟我去吗 这人我都约好了 我有一件事情 必须要我自己去处理 你办事我放心 那行 那我先去了 电话联系 嗯 少董您有事吗 我找你们特助 那我去通报一下 您稍等 不用了 就说几句话 这可不是在你自己公司 这是在宋时 一切都是有规矩的 再说特助 不一定想见到你 你们宋总裁我也认识 年轻人 我奉勸你说话注意 获从考出制度 天哪 我好怕呀 我跟总裁也认识 可惜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您这好人 当然了 不过您这种作风 估计也没有几个人记得吧 让开 来啊 老师 看 去哪里 这一个事 恶 ya 可 太多 上的 你还这么说 你怎么会这样 我不会认识 你怎么会认识 你这した 还是让你出现 我现在马上就去帮您拿回来 别说 干妈 您千万别着急 这就是命啊 小花 干妈对不起你们 是我没管好这个孩子 我亏欠你们成家 您都已经知道了 对不起干妈 我不是故意要隐瞒您的 要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 这话你告诉我 少君之所以这样对你 是不是因为我的关系啊 别这么想干妈 我们之前没有告诉您只是 只是怕您听了会激动 怕您会不开心 这我明白 我怎么会怪你们的 反倒是我 我 是我呀 为什么我越看他越觉得 有种熟悉的感觉 真话 我是真的没脸见你们的 干妈 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我爸妈也从来没怪过你 而且当年的事 我爸他从来没有后悔过 反而我们一家人 都很感激您收留了我们 不是 要说感激的应该是我 要不是你父亲 当年把我救了出来 就没有今天的速师董事长 你怎么能够 可是你知道吗 少君 小时候他叫少铁君 可是不知道怎么 他却改了名字 害得我这么多年来 一直就找不到他们 是他 他就是那个女人 就是他丢下我好爸 让我们受尽别人的嘲笑和侮辱 要是我早点找到他 要是我早点找到他 事情就不会变成 现在这个样子 你们就不会受 这么多的苦了 您别这么想干妈 我和少君会走到这个地步 不是您的错 怎么不是我的错 要不是我 他就不会恨着你父亲 就不会做出那么多 伤天害理的事 干妈 这些都过去了 正华 我知道你受委屈了 可是你不要怪他 要怪就怪我 这个孩子也可怜的 是我亏欠了这个孩子 你说 他能谅解我吗 干妈 别想那么多了 您先回去休息吧 公司的事情交给我 我扶你上车 好好休息 开车 对了 先不回家了 去安市企业 是 董事长 您好 您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您好 我找一下董事长 那请问您跟我们董事长 有预约吗 没有 麻烦你帮我通报一声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请务必让我跟他见上一面 请稍等 请不吝点 不好意思啊 我们董事长不在 您要不要留下联络方式 我找人跟您接洽 不用了 我改天再来拜访吧 谢谢您啊 不用客气 请稍等 请不哭 请不吝点 您好 中国滅 民主 洋 我根本不认识 君君 你别这样 听妈妈解释 有什么可解释的 你要跟我解释什么 立刻从我眼前消失 君君 你别这样 别这么叫我 你没有资格叫我 没有资格叫我 明白了吗 走 现在立刻走 君君 走 君君 君君 你别这样对我 我是你妈妈 我去杀你的妈妈呀 我上去没有妈妈 杀我的妈妈 怎么可能剩下 我就不关我的 杀我的妈妈 能不关我死活就走吗 我告诉你 我没有妈妈 我不认识你 我跟你就是一个 形同陌路的陌生人 君君 你别这样 走 走 起来 走 走 аж 来 busca 去 去 走啊 走 走 走啊 走啊 啊 干妈 您 您这是怎么了 我 我 我淋淋点雨 我有点头疼 我 我去休息一下 唐夫人怎么 怎么像丢了魂一样啊 小花 去 去看看 那我上去看一看啊 快去吧 快去吧 什么呀 怎么失成这样了 干妈 您到底是怎么了 有什么事 您跟我说呀 是不是因为少君啊 少君是我不配当他的母亲 他宁愿 宁愿没有我这个母亲 也不愿意和我相认 我知道 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失职的妈妈 可是二十多年来 我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她 干吗 二十多年来 她可以不要我这个母亲 但是 但是我却不能 不能生下这个孩子 干吗 二十多年过去了 现在终于见到她了 可是连碰一下都不能够 我到底 干吗 是老天爷惩罚我吗 惩罚我 离开那个家 离开那个孩子 离开那个孩子 干吗 您别这样 来 走 干吗 您别这样想 如果您觉得少君 是因为您的原因 才变成这样 您怎么知道 他下半辈子 不会因为您的原因 再改变呢 只要你不放弃 对他的关心 他总有一天会被你感化的 有可能吗 他那么恨我 他看我的眼神 就像再看一个仇人一样 干吗 您别这么想 您相信我 母子连心不是说断就能断呢 这可是血奴雨水的母子亲情啊 您也别太难受了 愣得大家都在为您担心 小花 乖坐 我知道 你们都在担心我 只是 我一想到少君 我想到他那么恨我 我就 不过你说得对 我不会会信他 我会用我的后半生 来弥补对他的亏欠 干吗 你别总是想着少君恨你 没有爱哪儿来的恨呢 也许 少君他也想像我这样 紧紧地抱着你了 只是他不好意思 你知道吗 少君小的时候啊 他特别爱跟着我 整天拽着我的一脚 跑到东 跑到西 我不耐烦了 说他几句 他就跟我撒娇哭 还老是让我抱 我就像他 简直像个女孩子 承华 我在想 我一定要用我的这份母爱 把它换一些 把我当年那个 爱撒娇的小鬼 给换回来 干嘛您放心吧 我们得慢慢来 总有一天少君 会回到你身边的 二十年都等了 再耐心等等吧 你知道吗 这二十多年来 我受了很多很多的苦 但是我在心里 永远告诉我自己 不管有多苦 我都要把我的儿子 给找回来 干嘛 干嘛 我真的不知道 这二十多年的日子 你是怎么过的 你又怎么会变成 宋氏的董事长呢 这就要从头说了 二十几年以前哪 我遇到了我的干爹 宋老板 如果没有他 就没有今天的唐秋心 你父亲救了我之后 因为怕少大可又找上门来 所以就介绍我到宋老板那里工作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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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唐秋心 那时候宋氏还是家小工厂 但是已颇有规模了 我默默地上工干活 心里已经很知足了 后来 宋老板看我工作认真 很赏识我 就和太太生我做了干女儿 进来 小唐 你来了 宋先生 宋太太 你们找我 我跟我太太结婚十多年 一直没有孩子 看你很不错 想收你为一女 你愿意吗 义父义母 请喝茶 他们对我百分百地信任 甚至还让我跟他们一块 到国外去打拼 工作之余还鼓励我禁修外遇 日子就这样踏实地过着 也就默默地奠定了宋氏集团的基础 有时候我总觉得 这二十年就像睡了一觉 睁开眼就过了 但能拥有这一切 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 但有时候想一想 老天爷是公平的 我现在啊 什么全都有了 可就是没有一个亲人在我身边 这二十几年来 我觉得 我好像又回到了原点 我现在唯一希望的 就是能跟少君 再续母子的情分 会的干嘛 会等到少君回到你身边呢 只是现在我们不能太着急 毕竟少君 他现在的情绪总是琢磨不定的 知道吗小花 我现在无论什么都可以不要 我只想要少君喊我一声骂嘛 干嘛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么多年过去了 知道我悟到了什么吗 实际上 没有什么东西比亲情更加珍贵的 我现在无论什么都可以不要 权利 财富 名誉 这些都不重要 至于宋氏 我想好了 我要把宋氏 交到你和宋瑶的手中 干嘛我